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感,有美感,有故事 中学生Podcast给你无限可能 一起学国语吧 欢迎收听轻松学国语Podcast节目 我是主持人刘启贤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 也请大家一定要耐心全程聆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翁将会送上免费的国语笔记 这个翁拥有25年的马来文教学经验 并于2018年获得Dewan Mahasadam Pustaka的委任 成为国家级认证的国语导师 翟古翁也研发了一套 一学一懂的国语独家心法 希望帮助马来西亚人民掌握好国语 并把国语推广至全世界 让马来文成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 翟古翁传授知识的对象 不只是学生 他希望生命影响生命 自2016年起 他便展开全马国语师资培训课程 至今 翟古翁已培训了超过1000位以上的教师 我们欢迎翟古翁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轻松学国语 那当然今天第一个环节呢 就是你问我答 我常常呢就听到学生给我反应一些的语法的一些问题 那尤其考试呢语法呢 占了这个部分的分数呢 起限制度非常的高呢 在考试里面 是的是的 是 所以呢 我们语法如果搞得好 作文就会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也就是这个罪词 我们常常搞错的 好 那在这里我们先来看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kata dasa是什么 它原来的字是什么 其实这个字的原字是perkasa perkasa的意思是hebat 很厉害的意思 它是这个形容词 所以在马来文里面呢 凡是形容词 我们只加member 而不加memberkan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答案 对的是memberkasa kan 所以在这里 就要来给一个formula给大家 当我们要看到形容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member 当我们看到动词的时候 kakata kata kata jya的时候 我们用memberkan 比如说dengar memberdengarkan dengar是动词 所以我们用memberkan 当它是形容词besar 我们用memberbesar 当然在这边 为什么学生们常常会表错呢 是因为呢 把这个perkasa的原字呢 认为是kasa 所以才会把乌龙呢 写成memberkasa 这个就是 我常常看到一个 的这个问题 好 不知道大家有学会吗 有大家有学会没有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 issue 2 我们来看 issue 2 那这个issue 2呢 它的主题是 sama katapi tida serupa 看起来 这两个字的意思 是长很像的 其实呢 这两个字 它是不一样的 什么字呢 bole 还有dapat 相信我们华人 翻这个字 4.1 看 bole tapat就是可以 咯 那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 是不一样的 最后来揭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A 铃铛 sudah berbungi kita bole kelua segarang 林中 已经想了 我们 可以 出去了 我们来看 ayat B anak saya sudah tapat atau bole berjalan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 公式 bole 其实 跟tapat 这两个字 它的这个 此信 是水 kata bantu 注子 那一般 会出现在 动子的前面 那它的意识上方面呢 bole 跟tapat 最大的这个区别是 tapat呢 它是显示 个 ubaya 也就是显示 能力 有没有能力 做得到 还是做不到 不管是 体力也好 智商也好 能不能够的 时候呢 我们要用tapat 但是bole呢 它有多一层的意识 也就是 允许 不允许 好 当然 bole的意思 比较广泛 它也有 dapat的意思 所以 你可以看到 经文这边 写 这里呢 bole 它有 keizinan 还有 kemampuan 所以 我们来看 A的时候 我的孩子还小吗 所以他可以走了 可以走路了 所以关于到能力上 当然 因为 涵盖了 这个 涵盖的意思 这样子学 大家可以明白吗 老师 我相信 很多人都会把 涵盖和涵盖混淆 就是 很多人不懂 涵盖和涵盖的区别 在哪里 很多人也不会去 运用它们 所以考试 在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的DataVasa的分数 就被扣掉了 是 这个常常就是 搞错 甚至很多 学生们呢 会只会认为 涵盖就是可以 不可以 但是其实 它有多一层意思 就能不能够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用涵盖就肯定是对的 这是 请问给大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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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诀窍 好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来看 issue 3 以下哪一个名词 短语是正确的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这个非常有趣哦 其实如果你要说 我们写文字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写 二 又 二分之一 如果照着这个顺序来写的话 二是先写 没有错 satina就是那个二分之一嘛 好 那后面 jam就是它这个单位 其实照理这样子写呢 第一个也是没错的 第二个呢 如果这样生啊 跟写的那个排序就不一样了 那我常常听到新人讲 老师 埋文是倒反的咧 毕竟是倒反的咧 毕竟是倒反的 其实呢 在这里呢 本来两个都是对的 但是因为呢 我们国家语文局 有做一个规范 必须要先写这个 katerbilangan ten tu 也就是固定述词之后 后面必须要写上 单位 unique 这个jam呢 就是这个unique 然后最后才写上 katerbilangan pejahat 也就是分数述词啊 所以呢 dualjam setengah 才是规范的写法 也就是两个小时半 那有一个啊 就是我们讲formular 给大家记得 就是整单分整数 单位分数 这样子才是对的 稍这样子 大家可以明白吗 呃对老师 因为其实 我常常在考试 就是因为我们 圈圈题里面 我们是有 kofahman跟tata basa的嘛 然后tata basa这边呢 我觉得 时间是一个 很多人都会 呃乱的这个地方嘛 就是很多人不懂 是要写sternah jump 还是jumpsternah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的话 很像很多人都会 呃就是很乱 对不对 是是是 其实我们啊 其实埋文不难学的 只要我们记住公式 其实经过有超过300个公式 我们只要用公式来学着语法 相信一定是能够在考试里面 取得非常高的这个分数的 所以我希望啊 同学们呢 从第一期开始 一直follow我们的节目 一直到年尾 我相信啊 能够对大家的考试呢 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哦 好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啊 也就是我今天呢 要跟这个啊 dj 其实呢 一起来做这个 对吧 那啊 就往前开始了 Chris saya sukar tidur setiap malam dan kadarkala menangis tanpa sebab saya kerap merasa salah dan mudah marah apakah yang telah terjadi tentang diri saya? kemungkinan anda mengalami kemurungan anda perlu mendapatkan bantuan profesional daripada doktor dan meneruskan aktiviti yang anda suka untuk melepaskan tekanan perasaan 哦 我觉得 起先读得非常非常棒 大家在读 马来文的时候 一定要 baku 一定要 baku suka 不能读 所以这边 起先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模範哦 如果你要 jingung给他 打无科星星 jingung直接 会给他 无科星星 所以大家记得 在读的时候 要 要有 高低音 再来就是这一个 我们讲的 sabutam baku 所以他安全做到了 所以大家要向他学习 好 首先我先来看下 我们来看情况 刚才念的到底是一堆什么 什么意思 所以 Chris 我最近就比较困难 每一晚就很困难的去入睡 有时候无缘无故 就哭了起来 好像没有任何的原因 好 那在这个句子里面呢 Kadangkara这个字我们常常也会写错 Kadangkara Kadangkara 它其实这个字呢 是连在一起写的 而不能够分开写的 它是一个规范字 它是一个规范字 那在这里呢 kara如果你特别去找这个字的意思的话呢 它的意思是时候 所以Kadangkara是有时候 这个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把它背起来 在某些状况下 这kara是分开写的 比如说 Dahulu kara 以前 古时候 Dahulu一个字 kara一个字 但是唯独Kadangkara这个字呢 是粘在一起写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老师它是和那个 Mana kara一样吗 就是要粘在一起的吗 是 是 那尤其是这些字 它是Kadangkara Kadangkara 比如说刚才 几些文 Mana kara它是属于Kadangkara Kadangkara它比较属于Kadangkara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 这些功能词的时候呢 这些kara 一定要粘的 一定粘起来写的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觉得好像 很像觉得常常自己 好像不知所措 这样子 Dan muda mara 容易愤怒 Apaka yantela terjadi Tentang diri sayang 到底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不收控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第二个部分 大家搞清楚 Mana kara 的这一个 跟Prasa的区别 Mana kara 是错的在这里 这是内心的感受 我们要用Prasa 凡是内心的感受 身体的 这个疲惫 很痛 我们要用Prasa 如果关系到这个味觉的部分 酸甜苦辣 我们用Merasa 这就是这两个字的区别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法 Tentang 这个Tentang 是关于 那这个 结果 要大家看Tentang 后面这个字 Diri Diri 是我 我是一个具体的名词 所以前面呢 所以前面呢 我们尽可能用 Tentang Tentang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看这个 起前的这个部分 可能你已经患上了 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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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IONAL PROFESIONAL 也就是专业的 这个 帮助 D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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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整个 句子的意思说 你可以去 从这个专业的医生里面 得到帮助 然后继续去 做一些你喜欢的活动 来解压 解掉你的情绪的这种压力 那在这里呢 PROFESIONAL 记得 两个S呢 通常是英文字哦 所以PROFESIONAL 这里的S 多了一个 所以记得 每次在做 格萨A加安的时候呢 翻译过来的字 多看它两眼 通常都是有错的 所以这里 两个S 改成一个S 但是大家要记得 有一个字是两个S 像 MEDIA MASA 那个MASA 是NA 那是两个S的 大家要记得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个SUKA 也是错的 ANDA YANG ANDA SUKA在这边是PASSIVE 它是属于被动 被动的一个短语 所以在这里呢 它本来是MENUKAI 是它的主动 当我们变成被动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它原有后面的音符和E 给上掉 所以这里呢 应该写成SUKAI ARTIVITY YANG ANDA SUKAI 这个才是正确的 我们看第三 MELAPAS MELAPAS 所以在马来文里面呢 一些字呢 一定要放开 像 这个 我们讲的 MELAPAS 就是其中一个 那还有 还有很多 这样的字 比如说 MENGADA 你不可以MENGADA的 一定要MENGADA 这个相信大家一定有共鸣的 MENGADA MENGADA MENGADA没有 MENGADA 还有的 所以这些 大家必须多一点阅读 把它给记起来 好 这个环节 我们就到这里哦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式的内容 BENJAKAN YANG AN 健康之道 好 那我认读得太棒了 所以这边我要请她 帮我读一下这个文章好不好 好的 好的 Pakar Kesehatan berkata Elakan daripada menghadiri sebarang bentuk perhimpunan yangdapatmendedahkan diri kepada jangkitan virus 因为 这种病毒 我们 必须 使用 pelitup muka 好 非常棒 听她在读这个文章 确实是一种享受来的 确实是一个享受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到底是什么意思 健康专家说 elakan daripada 我们可以看到 常常文章都一些elakan daripada 其实这个字哦 它是不对的 它elakan 它后面少了一个diri 它把diri伤掉 elakan diri daripada 才是正确的 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主动句的话 menelakan 它是一个categor 叫transitive 后面呢 它必须要尾随这个object 名词 但是可以看到在这里 诶 怎么是daripada 这个借词呢 所以就是不正确 它把这个object给删掉 所以你要把这个名词给加回去 elakan diri daripada 才是对的 虽然说要避免呢 出席任何的这个集会 然后把自己暴露在这个 我们讲说 细菌的这个传染的地方 可能呢 本来的 meribad 还是meribad 这个字呢 记得有i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一定要读对 我们要读meribad 不可以读meribad 因为这个i呢 是意大利 他意大利的音呢 是跟这个 E跟A的音 meribad 这里是A的音 大利是读A的音 meri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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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触摸 那触摸 那触摸是一件事情 它不是动作 你不能用原来的 伸动 你要写的是 一件 触摸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的 per persentukan 才是正确的 persentukan 好 那我们来 接下来再看 我们一定要使用 pelitub muka 使用 penyanitasi penyanitasi 好奇怪的字 albabilen diperlukan 这个字 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字 但翻译过来的字 它英文字 sanitasi 那这个字 翻译过来的字呢 我们不会删掉那个s了 因为我们保留它的这个音节 记得 ptks 我们要删 如果要开头是 p 开头是 t 开头是k 开头是s 原来的字 我们删 但是外界过来的字 我们是不能够删的 像这个sanitasi 所以这个s 我们保留 所以我们用pen 本sanitasi 才是正确的 当然什么叫pensanitasi 就是这个洗手液 杀菌的 叫pensanitasi ok 所以这个鼓励 我们就要戴口罩 多洗手 这样子 这样才会保持我们的健康 知道这样子 大家学会了吗 好 那我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我们请起闲 我们好好听它 读一读 好 好 好 我们讲说在读音上方面 刚才已经讲了E过后 起先就啪啪了 其实正常包括很多老师也会念错 因为我们习惯性 在这里我们要看第一个句子 这个 当我们MGE的时候 我们生傲的音我们要念 MGE LAKAN 因为这个 MGE LAKAN MGE LAKAN 老师再展示正确 MGE LAKAN 在这里 为了避免情绪困扰 这个很多人会读EMOSY 是不对EMOSY 这个要读EMOSY MGE LAKAN 为了避免情绪的困扰 KITA PELUMENJAGA TUTURKATA 照顾我们的景严慎行 MALA MGE LAKAN POSITIVE 给予自己正能量的语言 还有家人 还有朋友们 这个MGE LAKAN 是不可以的 当我们写MGANGU 前面一定是某某东西去困扰某某东西 它是一个主动句 这个 这个比较像是要PASSIVE 被动词 情绪受困扰 情绪被困扰 所以这音不悍就不对了 所以在这里 MGANGU应该改成TERGANGU 这里TERGANGU 有DGANGU的意思 有PASSIVE的意思 所以有学生一定会问 老师,这样我可以用DGANGU吗? EMOSI DGANGU BULAY 可以 是对的 你可以用TERGANGU 也可以用DGANGU 如果MGANGU 是某某东西去MGANGU 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要搞清楚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SUTTERGANGU SALING PER INTERACSI 互相沟通 那我们可以看到SUTTERGANGU 是本来的WATCHANA 是一个连接的词语来的 好,那后面呢 才是句子的开始 那一个句子 一定要SUTJECT 一定要PRADICATE 一定要主语 一定要谓语 大家可以发现 诶,怎么主语不见了 我们不要写这样的句子 没有主语就不是句子 所以我们前面一定要加KITA HAROS 就要看你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要放一个人在前面 KITA HAROS SALING PER INTERACSI 我们互相交流 那个ORANG TERSAYA 就是很爱的人 Bagi 这个字呢 常常念错 十个人 九个人念 九个半念错 这个也不可以读MENERAKAN 是不对的 MENERAKAN MENERAKAN 因为那个Y字不是DALING 是E PURPET 是ER的音 ERMAT 大家记得ERMAT ER的音 MENERAKAN MENERAKAN 大家不信可以去查字典 KAMOS PRO 它那边有显示那个读音 如果有标号的话 要读R的音 如果没有标号 要读ER的音 所以就要读MENERAKAN 因为它没有标号的 MENERAKAN HUBONGAN SILAH TORAHIM YANG TERJALIN 所以我们要跟我们心爱的人 多做交流 要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吧 那记得SILAH TORAHIM 是一个巴塞阿拉伯 从这个阿拉伯语外接过来的字 这个字里面呢 已经有HUBONGAN的意思 所以前面呢 不需要再放这个HUBONGAN了 所以只要写SILAH TORAHIM 就好 在马来文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字 比如说这个 KEMUDAHAN PRASA RANA 这叫KONGONGSUS KEMUDAHAN PRASA RANA 你的PRASA RANA 已经是KEMUDAHAN的意思 所以前面不需要再放KEMUDAHAN了 它有LEWA 放过多的这个字在里面 所以啊 当我们在学马来文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它的这个意思 是 所以大家学会了吗 好 那这个是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这个 游戏了是吗 齐嫌 是的 是的 游戏环节 那我们请齐嫌来读那个问题好不好 好 为什么如果这两题大家答对 而且是首三位的话呢 我将会得到KEMUDAHAN PRASA RANA KEMUDAHAN PRASA RANA KEMUDAHAN PRASA RANA 也没有卖的这个语法的笔记 所以大家尽可能来作答 想好好哦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我们请齐嫌 好 那以下哪个名词段语是正确的 请问在这边给一个暗示 就是所有的名词端语必须是要 有这个所有的名 用每个字要有名词形成的 如果第二个字不是名词形成的话呢 你就要选回那个动词是没有任何音笔案的哦 我已经给了很大的暗示了 希望大家在这两题里面能够答对 然后就可以拿到KEMUDAHAN PRASA RANA 这个笔记了 其实要提醒他们 怎样才可以拿到我们的笔记 来 我们请齐嫌 这个诱人的条件 我也好想拿到这个国文笔记 好 其实呢 只要我们 去董总中学生 还有Jegg共的Facebook 还有IG 点赞 或者是私信老师对吗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份 国文笔记 是非常珍贵的哦 啊 是 那如果我们去tap的话 是要tap 啊 tap什么呢 啊 董总的 啊 大家要去tap一下老师还有董总中学生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 记得啊 tap Jeggwong的时候呢 一定要 啊 我的Facebook是什么 是Jeggwong 你只要直接打Jeggwong 可以看到 啊 Jeggwong的样子了 OK 啊 insta也是一样的 穿着西装的啊 大家去tap 啊 去按like 去like Jeggwong的page OK 然后嗨 打个招呼 嗨 啊 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 记得出了 跟这个我们讲说 like了过后 跟我嗨一下 当然你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要在下面哦 下方回答问题哦 只要写上第一题是A 第二题是B啊 这样子 啊 才能够qualify拿到我们的这个笔记 记得还有还有最重要的懂种群 那个那个网站一定要去 like才是如何资格的 啊 我们谢谢Jeggwong今天的分享 相信大家听完了 也一定受益匪浅了 我们也学会了 怎么去应用博文的tapapasa 其实我觉得马来文是一个 非常美妙且有趣的语言 我相信如果大家可以 会努力的去学习博文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博文一定能够 呃进步很多的哈 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来到了尾声 感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一期的 轻松学国语podcast节目中 掌握实用的国语单词 抽出碎片时间 我们每个月定期收看 免费学习马来语节目 节目平台可以到中学生官网 脸书 IG还有YouTube 频道收听或阅读文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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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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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